狱卒的老头猪八皮一听说程达邮金是常亦林小孤山结荒杠的响马 觉得这两个人有的是钱哪 得得他们身上刮点嘛 所以吩咐手机的狱卒 把这两人带到我这来 狱卒去不多时把程耀金邮金达两人就领来了 这个老头猪八皮在这一坐 这猪八皮长得跟猪差不多 黑曲曲的一张脸 厚嘴唇 牙床子高 把嘴唇还给支起来了 大鼻子头 翻鼻子眼 和两个大耳朵 耳朵眼里边还长着两座黑毛 就差俩猪耳朵立起来了 要一立起来整个一活猪一样长的 这个人在这坐着 吵着程耀金跟邮俊达 看了看他们俩之后 先没言语 程耀金跟邮俊达两人进来 邮俊达在路上还问程耀金 四哥 叫咱们俩干嘛 程耀金说 做好准备吧 哥们 今儿个叫咱们俩呀 要从咱们俩身上 刮点油 程耀金为什么明白 程耀金 做过好几回监狱啊 监狱里边这些规矩他都知道 所以他先告诉邮俊达 做好准备 邮俊达说他怎么着 他怎么刮油 程耀金说这刮法不一样啊 有的当时你要给的钱就不刮你了 你要不给钱呢就揍你 什么刑法都有 什么招都有 我说油通 你没受过这个吧 油军拿说我还投一回 程耀金说这你得跟四哥学 你四哥这几出几路了 而且你四哥皮糙肉厚 一不怕打 二不怕锤 他对我活迷招 油军拿说那今儿个他要是打咱们哥俩怎么样 程耀金说他 他不敢 你就听我的 今儿个咱俩可不像往常 咱俩在这监狱里边不是一般的罪犯 咱们是特殊罪犯 是什么 哎你瞧着吧 说这话哥俩进来的就是一战 这猪八皮不言语啊 程耀金也不说话 俩人瞪着 他看他他看他 看了老半天 这猪八皮呀 把眼睛都瞪累了 猪八皮想着用这个招数 先对程耀金他们两人的形成一种威慑力量 可是没想到面前这二位啊 没在乎 你瞪他他瞪你 最后猪八皮说话了 哎 我说你们两个 是程达油金吗 程耀金说对啊 我就是程达 他就是油金 哦 听说你们俩 在长野林小古山 结了黄杠了 对啊 是结了黄杠了 这黄杠可是四十八万两银子 一躺了 对 是一躺 这么多钱 你们俩把它结了去 你们都怎么花呀 程耀金说怎么花 有钱还不会花吗 啊 买吃的 买喝的 买穿的买带的 娶他六十多个媳妇 一个媳妇一套衣裳 一个媳妇一套嫁妆 啊 那不都行吗 什么 你娶六十多个媳妇 啊 你怎么娶那么些 我想娶那么些还没娶呢 嘿 小子 你跟我见面先耍贫 嗯 我这承担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这是监狱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你姓朱 我姓朱 人送外号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叫八皮猪 什么 八皮猪 啊对了 你叫猪八皮 这猪八皮跟八皮猪它不都一样吗 猪八皮一听 大他妈不一样 这猪八皮跟八皮猪它能一样吗 猪八皮心想八皮猪 那我就该秃了了吗 该吃了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个外号吗 朋友 我知道啊 就说明你这个人好啊 我怎么行 你说你姓朱 你猪八皮 你是八皮的猪 怎么着都是给大伙吃呗 说明你这个人呐 为大伙想 胡说 我告诉你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老百姓有句俗话 靠山吃山 靠河吃水 当官就靠受贿 对不对 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当牢头的 靠什么呀 崇晓金说 靠什么呀 监狱里边当牢头的 你们这监狱里边 四名是御强 你就啃强跟呗 你小子跟我装糊涂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说 监狱里边 我们这些当牢头的 就靠你们 别人一般的这个罪犯进来 我呀 还不惜他理他呢 就你们俩这个罪犯 你们不是一般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待的 这叫特号 你在特号这房子里面一住 这要说明官家对你们就重看了 既然要重看 你们就得心眼活动点 你结花刚结了那么多钱 哎 花得了吗 你琢磨琢磨 是不是 怎么着 怎么办 这小子说到这儿就有点打狐狸语 程耀金听到这儿 看了看这猪八皮 好 小子我明白了 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呀 是想冲我们哥俩要俩钱 听说我们结了黄杠了 四十八万两黄杠银 在那堆着像山一样 你呀瞅着有点眼肉 嘴里边有点发馋 心里边有点发甜 嗓子眼有点发干 眼睛有点发蓝 猪八皮心想我怎么的了吗 我这什么病 程耀金说你呀 你这叫贪财病 你想找我要钱 嘿嘿 我还告诉你 爷这钱呢 得了之后都散了 现在我身上是一文都没有 你要要命呢 我有一条 要钱 一文没有 今天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 我明白你这个事 你是给我们开放个出主意 汤道子让我们明白 好给你拿钱 今天我还跟你讲透着我没有钱 我跟你说 我已经被官家抓住了 知道结黄杠是什么罪吗 这是掉脑袋的罪 我上午有父母下午有妻儿老小孤身 一个人我就光棍一个 今天我是怎么着也得死 杨林回来得把我砍脑袋 他不回来最后也得把我砍脑袋 我死是死定了 只是说哪天死 我要高兴呢 就在你这个牢房里边多待一下日子 等着杨林回来之后派人审问我们过个堂 那时我在死 我要不高兴呢 活到现在我也够了 我准备着早死早脱上 来是脱是个正经人 小子 今天把我们哥两个找到这儿来 你想找不要钱 要钱没有 我正想就死在你的跟前 我这就碰头 我不想活了 说到这程咬金望旁边朝着你墙的 就一脑子就转过去了 这一脑子一转过去 猪八匹赶紧 蹦的家就蹦起来了 一把把程咬金就抱住了 哎我说 我说哥们你别这样 你别撞 程咬金说你别拦着我 我今天非死不可 我不想活了 哎你不想活 他妈的我想活 你想活跟我没关系 那有关系 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 这猪八匹一着急说实话了 为什么 猪八匹心里明白啊 往这送这俩人的时候 跟他讲的很清楚 要好好看管 不许出些虚差错 还不许这俩人死 要死了回他要你的命 因为靠山王阳林 嘱咐唐毕 要把这两个罪犯 得好好看着 将来 让秦雄回来 还得审问他们俩 问他们两个 是不是真正的罪犯 问他们两个人 结的黄岗银放哪了 如果这俩人要死了 死人口来没招队 就麻烦了 所以程耀金 把这些事都听明白了 今儿个故意的 他要撞头 他这一要撞头 把猪八匹吓坏了 他把程耀金抱住了 程耀金 撒着活的还要撞 猪八匹最后 孤灯一下子 给程耀金跪下了 我说 你是我爹不行吗 你别死 程耀金一听这个 程耀金站住了 小贼 瞧这意思 你不让我死 我不能让你死 你也怕我死 我活腻歪了 您别活腻歪了 您活腻歪了 我还没活腻歪了 我家里边有亲儿老小呢 程耀金说这么着 你要想不让我死那行 我们哥两个呢 反正是必死无疑的人了 在这活一天算赚一天 你就得让我们活个舒心 活个痛快 一天一日三餐 我们要什么 得给我们吃什么 到时候得给我们有酒 要没有酒的话 那我们就死 行行行行 酒咱给酒 你们吃什么 我给你们安排 这样行 到时候呢 早晨给我们请安 晚上给我们打洗脚水 给我们把脚都洗了 然后安排我们睡觉 哎好 这事我都答应 这还不行吗 长相今生都行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这么着吧 今儿个咱就到这了 我们俩回去歇着了 好 把他们送回家 这猪八皮 安排首先的狱卒 把程耀金 又军达送回去了 把他俩送走之后 猪八皮坐到屋里边 这憋气 心里这别扭 猪八皮心想他妈的 我自从在监狱里边 当这老头以来 还从来没碰见过 这样的犯人 你说今儿个 我本想从他们俩身上 卡点油 结果让他俩到这 把我训一顿 我还找他们叫声爹 我还真得当爹伺候着 一日三餐还得 管菜管酒 啊 早晴安晚洗脚 我他妈这为什么 许的我亲爹 我都没这样啊 但是细一琢磨 我不这么办不行啊 这小子他不想活了 他要死啊 他要一死了 我的罪担待不起啊 哎呀 什么甭说了 我自个儿先睡觉吧 猪八皮 躺在床上了 把灯吹了 到晚上了就是 已经是二更天了 他该睡觉了 他在这睡觉 开始睡不着啊 翻过来 掉过去 他遮柄 他那没睡着 这个功夫 这监牢里边可就来了几个人 谁呀 盛眼师侯君记 如明星如明月 这四位 这是四个夜行人 所谓夜行人 会高来高去的功夫 走高楼月大厦 如履平地 这监房的院墙 对他们来说 那就跟门槛一样 说进就进 这四位翻墙进来 从反火联名那儿 已经打听明白了 东跨院特一号 找到这儿了 到了这个院子里面之后 直到旁边 那是营房 营房里边住着二百名官军 这二百名官军 二更天的时候都已经睡了 官军们谁也不会想到 深经半夜的 会有人节牢返育 他们四个人 跳进了这个院子之后 侯君记 先来到特一号 牢房之外 到牢房外头这儿 一看 牢房这门锁着呢 侯君记 一逛到那个门 牢房那个门 是大木头的闸篮门 从那个缝里边 可以看见人 侯君记 一逛到那门 程耀金 噔啰一下就坐下来 谁 我 四哥 就你来了 啊 程耀金跟牛俊 打两个人急忙 来到这个 牢房的这个门里头 隔着这个闸篮往外一看 谁啊 侯君记 嘿 程耀金说你们怎么进来了 怎么进来的 这地方要进来还不好进吗 抬腿就进来了 可有一样啊 要救你这钥匙在谁手里 程耀金说这钥匙啊 这钥匙就在那猪八皮手里头 我告诉你 从这儿往前走 对过就那间房里边 就是那猪八皮 他就在那屋里边啊 咕摸着能睡觉了 钥匙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呢 你找他要钥匙 哈嘞 侯君记一转身 就来到猪八皮的住室门外 猪八皮啊 刚才折腾了半天 刚要睡觉 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 侯君记呢 在外面就轻轻的敲门 这敲门 猪八皮 噗愣坐起来了 谁啊 我 你谁啊 跟您说呀 我是那承达邮金手下的人 今儿晚上给您送钱来了 听说您这儿不是缺钱花吗 送点银子 给您打点打点 让您好好招待招待这承达邮金 猪八皮一听 当时睡意全无 猪八皮心想 嘿 这承达邮金 够意思 这两个人 就是光棍自豪 我当面跟他点着名的药 人家不给 而且给我耍横 把我制服了 我服了之后 人家把钱给送来了 嘿嘿 这才叫陆林中人呐 哦 好好好 嘿 您等着 我这就给您开门 说着话 这猪八皮油打屋里边出来咕隆咕隆到房门一开 侯军机手中低了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 他就房门一开 这刀马上就淡他脖子上了 别动 哎 嘿嘿 我说 您别这么拿 您这 谁跟你闹 我告诉你 我这刀往里边一蹭你气管就断了 给我往后退 哎 好 我往后退 我退 退到屋里来了 侯军机刀鸭他脖像 我问你 钥匙在哪 什么钥匙 压承达邮金那牢房门的钥匙 钥匙 这 我 我不知道钥匙在哪 不知道钥匙在哪 嗯 小子 想活不想活 哎 好好 我给您 这钥匙就在我裤腰带上 说着话 这小子优打这裤腰带上 把这钥匙一大串 他拿下来了 拿下钥匙之后 扒了了半天 找出一个钥匙了 他第一楼匙 就这个钥匙 就是压承达邮金那房门的钥匙 侯军机把这钥匙拿过来 身后 盛验师过来 这他怎么办 侯军机说 大哥说了 不能随便杀人 啊 让他就在这屋里头吧 把他裤腰带给他拽下 裤子给他扒了 让他就在这戴着 不用捆他 哎 裤腰带拽起来 把裤子吞下来 到院里边 把裤子给扔房了 让这小子光丁在屋里站着 然后侯军机一转身 小子今天我们对你客气啊 没绑你 哎 你自个儿招摸着 侯军机一转身 跟盛验师两个人就出来了 出来来到程耀金 这个地方就要开门 这猪八匹在屋子里边 忽然自己反响啊 他想什么呀 猪八匹心想 这小子说给钱呢 这也没说给钱呢 开门进来 拿刀压在脖子上了 把钥匙要过去了 什么时候给啊 哎呦 这不是给钱呢 这是劫劳反育的 他劫劳反育之后 要是把这两个人给放走了 这我的罪名担待不起呀 所以猪八匹想到这里 游打门后边 就超过一条哨棒 这是他的兵器 这猪八匹拎着这条哨棒 游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 他一看侯军机跟盛验师 两个人正在那开门呢 盛验师侯军机 卢明星卢明月 这两个人呢 卢明星卢明月在外边旁边关风呢 开门的就是盛验师和侯军机 他们俩 这猪八匹觉得自个儿 本事不错 游打后边 拎着哨棒过来 罩着 侯军机的后脑海 呜就是一棒 那侯军机 那是武林高手 听声的后边 风声一响 这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头眼下 还没拧呢 听见后边风声一响 侯军机往旁边一闪身 他像拧了个小悬缝一样 滴溜一下子 就把这一哨棒给躲开了 这一哨棒打空了 帮他家就打到地下来 这一打到地下 侯军机回头一个小子 侯军机心想 我对你大人 你对我不会呀 侯军机一白柳叶披风刀 罩着他那脑袋 唰就一刀劈起来 这一刀劈起来 这猪八匹往旁边一闪身 这一刀没砍伤 紧跟着侯军机一个扫苍腿 噗 就把猪八匹给踢倒了 这一踢倒了 侯军机把这刀手中一拿 立着朝他这肚子上 噗 一刀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侯军机还说了一句 我大哥说了 不杀不得已的时候呢 就得杀 他还记得大哥这命令了 扑了一刀进去之后 这猪八匹当时就完了 侯军机把这刀 棒起一把 在靴子顶上蹭蹭血迹 心想 小子 该招你命短 过来 把锁头就开开了 锁头这一开开 把这砸刀门一打开 承耀金 尤俊打两个人 尤俊打也不就出来 给他们两个人 刑具去掉 这只承耀金 好家伙 如同鸟 如龙鱼出网一样 承耀金说 哎 我那马 我那斧子在哪 你们知道吗 卢明星卢明月 上旁边悬不去了 到旁边槽头上 把他们两人的马 和兵器 都得准备好了 牵着马过来了 承耀金 把这匹马牵到手中 尤俊打也把马牵到手里 两个人 搬搬任当上马 这在牢房里头 得往外出啊 往外出 承耀金就说 要想往外出 他的一串钥匙 是旁边各个牢房门的 这个门钥匙 挨个都打开 不管牢房里边 压的是谁 所有的犯人 你都给我放了 都放死了之后 让他们一起 逃活命 这样的话 咱就给他牢房里边弄乱了套了 官军到时候他也管不了了 好嘞 这边拿过钥匙 啪啪啪啪啪 把牢房门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打开了 这一打开 承耀金就喊了一声 小子们 今天让你们快点逃命 该走都快走 不愿走 那就在这里边待着 这一声吵嚷 牢房里边这些个罪犯 鞋鞋鞋鞋鞋 全都拥出来了 院子里边这么一乱 这个院子里边有的那狱卒就知道了 有的狱卒过了这么一难挡 这些监狱里边的这些个罪犯 全都炸的狱了 跟狱卒们就打到一起 跟狱卒们这一打到一起 借饼军营里面住着二百官军 二百官军正睡得非常熟 听见隔壁院里边这么一乱 这些官军们也都起来 这就穿衣裳戏弄呼噜的过来了 他们过来的功夫 那边已经是冲出了牢房 程耀金跟邮郡打两人 出了牢房之后各自上马 手中摆兵器顺着大街奔甲去楼 这边一奔甲去楼的功夫 城北那边凉库里起了火了 咱说善怀珠丁天庆 黄天虎李成龙负责犯火呀 到那把凉库这一点着 这城里边能不乱吗 有的人马上敲通锣呀 敲通盆的 要到那凉库里边快点救火 这凉库是官凉啊 官凉凉库失火 那要是把这官凉都烧尽了之后 这个当官的可就有了罪了 济南帅唐碧也吃罪不起呀 唐碧今天晚上在自己的官宅里边 刚刚睡熟就接到了消息 说凉库失了火了 待了一会儿的公布 说有人向他禀报 说有人劫牢反狱 劫荒杠的响马 长达妖精被人给救走了 唐碧听到这里 这可了不得了 立即通知自己手下的 得力干将铁枪将来会儿 带领着众官军大街小巷 是捉拿罪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